一提到YG演艺公司的话,从旗下的Big Bang开始再到现在的Winner、Icon、Blackpink等等这些组合应该是大家印象当中最熟悉的旗下歌手吧? 但如果熟悉YG历史的铁杆粉丝都知道,其实在Big Bang成名之前,YG有这么一位绝对实力派solo男歌手当年获得过空前的成功。 他就是短暂横一段时间横扫韩国歌坛的男歌手SD-7EN,不过由于此前在服兵役期间,闹出过一些负面消息,最终他完成兵役之后YG并没有和他续约,无奈之下SD-7EN只好寻找另外一家演艺公司寻求出路了。 很显然,当时的YG并不想和负面消息缠身的SD-7EN共识。 因为大众对于如此不自律的SD-7EN早已失去了信心。 自2016年发售了全新的迷你专辑IAMSD-7EN之后,两年后的今天这位曾经的歌坛爱豆小王子终于重新带着全新的单区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而且主打区,Scared,更是由他本人亲自参与了全程制作。 另外曾经参与过Exo,东方神奇等著名韩流爱豆作曲工作的PHA Aristocrats也全程帮助他完成了所有编曲。 那么此番卷土重来后,SD-7EN能不能重新获得大家的认可呢? 毕竟在高手如云的11月份推出solo专辑,可见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回归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不过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SD-7EN本人却谦虚地表示,这次的回归其实并不太在意榜单成绩,只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认真做音乐的自己。 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当年SD-7EN所取得的solo成绩吧。 2003年首长专辑,Just Listen,公布之后,仅仅通过半年他就成功拿下了当年的各大电视台的新人奖和MBC的十大歌手。 而且主流的大事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经常看到非常阳光,非常帅气的SD-7EN。 当年的主大区,回来吧,连续五周蝉联榜单第一位,对于YG来说也是一大喜事。 随后在韩剧《公》系列当中他也成功当上了主角。 而且逐渐把演绎事业扩张到了邻国日本。 因此有人说,当年的SM有BOA,而YG有SD-7EN。 转战日本市场同样获得了肯定之后,YG方面也有意让他在日后的时间里在日本发展。 选拔Big Bang的社内选秀节中,连Big Bang成员们都曾为他做过伴舞,可想而知当年SE-7EN的人气当年有多么火爆了吧?